大家有聽到這個很明顯的這個重低音嗎 三驅恆溫空橋喔 它有那個4WD嘛 所以它可以 新車入庫 那這台我覺得很適合就是拿來當家庭用車 那這台的話就是2018年的福斯特地瓜 白色的 然後它的型號的話是330TSI 那這台的話它有4WD喔 四輪反動 而且它的話它是2.0系數的 就是相較於之前我們比較常見的1.4的話 它的馬力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個人是覺得2.0的比較好拍 帶大家看一下外觀 那燈就是LED 日行燈 五燈 然後它的特別的地方是輪圈 這個的話是有前車主另外升級輕量化的輪圈 而且它有這個AP卡錢 大家看一下 嗯 呃 尺寸規格的話是22545 819 好 這個輕量化的輪圈 然後這還會有前進天空喔 然後這台的話有盲點 盲點的話就這邊 那我們來看車尾 車尾 車尾已經像這個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的情況 330TSI 這台有電動尾門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要給大家看一下這台的那個前車主有升級那個音響配備的部分 那後面它配置了一個這個牌子的那個中兵的擴大機這樣子 那音質 我聽過了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好 現在帶大家看一下內裝 好 那這台的話呢 它是有放電動一個 記憶 那而且它兩個 兩邊的椅子它都有記憶功能喔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天窗 全景天窗 就是很適合家庭出遊 那這台的公里座的話它是跑6萬多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前座的格局是這樣子 大家有看到左右兩邊都有喇叭嗎 那我現在就來 放個音樂給大家聽聽看好了 大家有聽到這個很明顯的這個重低音嗎 這個如果很喜歡邊開車邊聽音樂的人會很愛喔 好那接下來呢它放上盤的部分呢 它就是有這個 這還要有跟車進去的部分喔 然後加緊快撥 好然後就是那個 音量控制鍵 那椅音的部分的話 那椅音的部分有導航 導航 然後卡普類 好卡普類就這邊 然後那個 導車影像的部分 導車影像然後跟環景 這樣子 好下面冷氣的部分冷氣是雙虛和無溫空調這樣子 然後它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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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加熱椅的功能 加熱椅 加熱椅 然後它的排檔 然後它的排檔 電子手煞車 然後它有AUTOHO的功能 然後它有AUTOHO的功能 然後因為這台車的話它有那個 就是它有那個四大BD嘛 所以它可以 它可以切換一下它的那個模式 然後雪地模式啊 然後它有這個 我剛剛看一下 雪地模式 越野模式 這樣子 等等 現在來看後座喔 好大家馬上可以看到後座 它有這個就是兩個這個餐盤 所以我才說它很適合就家庭出遊 小朋友可以坐在後面這樣子 然後呢 它這個餐盤 我有發現它這邊拉出來 還可以放那個耶 就是杯架可以放飲料耶 好方便 這個東西 然後可以放下來的話就是 就是這樣 等一下看一下 不會站到什麼 這樣子 然後後座冷氣出風口的話 它這邊的話也是可以獨立控溫的 所以它等於是三區恆溫空橋喔 然後下面的話一樣 是一組USB跟一個12V的充電 好 然後ISOFIX的話是兩組 這樣子的 完全有固定裝置 然後後座的空間是這樣子 那剛剛那個 後車廂的細節 我再稍微講一下 它這邊有這個一鍵字請到的 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把這個拉下來 好大家這支配一鍵字請到 然後我順便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它後座的空間這樣 如果有露營需求的話呢 它的空間 空間也是蠻大的 然後它這邊就是還有這種掛鉤 可以掛東西 我很喜歡就是 後車廂有這樣的設計 一個小巧思這樣子 實在就是 SUM